上回說到, 迎庭大人陸炳文吩咐要劉永恆將出生年月日和家宗情況寫出來,然後叫他兩個囚犯來追徵劉永恆的心想。 哎呀,這個大人真是個清官,這個辦法就可以救我一命! 他兩個囚犯硬說是我結拜兄弟,我都不認識他的,他們怎麼會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日家宗情況呢?這回就什麼事都可以搞清楚了。 劉永恆就說了,多謝大人恩典,小人會寫字,求大人賞賜紙和筆,答人來,拿紙拿筆來,警察立刻將紙和筆拿來,劉永恆提起筆就寫。 劉永恆今年二八歲,三月初五至時生,家住長州府北門外劉家村,現來京都謀生,住在青竹巷巷巷,親戚劉二叔家,劉宅有北訪三間東訪兩間。 劉永恆今年二八歲,刘永恆講,就寫給刑廷大人,過刑廷大人看完便問,《黃龍王府》、《黃龍王府》, 既然說和劉永恆是結拜兄弟,那你們說說劉永恆的出生年月日,假中情方如何?如果你們說不出理,寬遠就大刑似厚。 王府就說,小人不敢,小人不敢,啟稟大人,我這個結拜大哥,原則是常州府北門外劉家村人士,以前是打獵為生,曾經單人打死猛虎,故此叫做打虎英雄。 他今年二十八歲,三月初五,寺時生,我那位大嫂楊氏,今年夜四歲,二月初九出生,現在他們住在劉二叔家裡。 王府跟著說,我們也遲遲找他商議大廠,他住那裡北房三間,東房兩間,劉永恆住在東房,北房有一間住客人,我也在這裡住過, 廚房又在北房後面,劉永恆一聽,哎呀,他果然說了半句不差,糟了,糟了,糟了,我出生年月日,他怎麼知道呢? 不連我老婆的出生年月日,他也知道,家裡什麼地方,他又一清二楚,你兩個人我都未曾見過面,他們怎麼知道呢?哎呀呀,這回我實死無疑。 迎庭大人就問,劉永恆,他兩個人說得對不對呀?對就對,那小人實在未見過他們兩個,大人一拍京堂目,雲掌!你不認識他們,他們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呢? 你分明搞大人,讓你的殺人兇法,夾軍事後。 啪一聲,底下的警官就吊了三支棍在面前。 君是五營之祖,你可否以為都可以殺人啊? 君折磨人最厲害的,用兩條君結著腳,拿條繩來拧,哎呀,痛得入心的嘛,我任你幾硬汗都難頂。 這個叫做人心似鐵,非似鐵,煩發如老,過似老。 即是說,這種刑法,就像火爐一樣,我算你幾硬的鐵漢,都笑著你,容了你了。 你一行刑,劉永恆的痛苦入心,夠這麼大,按飄出來大字叫,冤枉啊,大人,你要看頭上的青天啊。 那個刑定大人聽到感覺就更加火滾了,什麼? 你你你居然敢要我看頭上青天,你分明了嗎?我判錯案。好! 你和我劫斷他的腳,三個警察也一用力,劉永恆就當堂痛到幾乎暈了。 那個時候才想起,怪不得濟公和尚說我大難臨頭,叫我馬上離開,臨安省。 哎呀,現在悔之以慢,原來濟公真是未復先知,神仙活佛來的。 濟公啊濟公,我錯了,你快點來救我一命啊。 剛好想到這裡,突然一陣狂風,吹到對面不見人,行刑的三個警察,每個人都掩著他,哎呀,哎呀,哎呀,那些沙入眼,哎呀,登不大眼啊。 哎呀,陸頂文嚇得伏在台上,就身打冷針。 那現在就別說這一陣怪風雨了,先說回這個劉永恆,為何會無端白事遭受這場劫難呢? 哎呀,一天都是他夫人楊次引出來的。 哎呀,那又說他夫人很嚴肅,為何會搞出這件事呢? 不關夫人事的。 一天都是怪他夫人生得漂亮,漂亮就害死丈夫了。 原來臨安城有四大惡霸。 頭一個就是秦成長的兄弟,花花太歲,黃聖仙。 第二個就是秦成長的兒子,就是一個追命鬼秦公子。 第三個就是風月公子馬明。 第四個就是追魂太歲羅公子。 這四大惡霸呢,都是酒色之徒來的。 誰喜歡玩女人,在街上見誰漂亮就搶誰的。 都是此世橫行,有權有勢的人物來的。 剛好那天,那個花花太歲,黃聖仙。 就帶了一群隨從經過青竹行, 見到劉永恆的老婆楊次。 這位楊次確實是十分漂亮, 雖然無打扮不思之憤衣著薄嫂, 而天生泥則,聲此月裡常我。 那個花太歲,黃聖仙一見, 好像發了癲一樣,就問家人。 咦咦咦咦咦,這個女人是誰來的。 當時就想叫家人動手搶人。 楊慈賢已經回了入屋,當時街上來往行人又多,徐松就說:「老爺,現在動手,不太方便,橫嫂也知道他住在哪一家屋,我們先回去,等小人立刻去查清楚,再來搶人都未遲。」 黃聖煎就回到家,等候回音,稍後,家丁就回來報了,老爺,小人已經查清楚,這個女人是打虎英雄劉永恆的老婆,劉永恆剛剛來到臨安半個月,她是來臨安找工作,劉永恆出名叫做打虎英雄,有千斤力氣要搶老婆,不是那麼容易。 那個花花太歲黃聖煎聽到這麼說,更加發毛,日思夜想,實雲樂拍不知茶飯,誰都要搶到這個女人回來,一天你就趨速隨從想辦法。 一年過了三天,家人來品報,經營見碎,陸鼎文來拜見。 原來那個黃聖煎因為是丞相的兄弟,故此官方大理子政卿是一等大員,這個花花太歲不學武術,除了做壞事,什麼都不會。 來的片片片驚討那幫大官?要抺聲官發財,要求情上,要走情上的屬於門老。 啊,居然紛紛來拜這個大飯統老陰從黃聖煎做老師,認造她的門生。 連異品大官員,刑庭大人陸炳文也拜黃聖仙做老師。 當天陸炳文就帶了一大批禮物來拜見老師,進到書房, 陸炳文就公公敬敬行禮,門生今天特意來向老師請安。 黃聖仙的心就掛著搶楊氏回來,就沒來心機應酬, 陸炳文就這麼問,老師今天好像有點身體欠安。 哎,病就沒什麼病,只有一件事硬心硬肺的。 老師有什麼事要門生效勞呢? 黃聖仙就將在青竹行見到劉永恆老婆的事說出來, 如果誰幫我把這個女人搞上手,我就包他越級高聲, 官場得意。 陸炳文一聽,機會來了,聲官發措就靠這一刻, 他就立刻說老師這件事就交給門生來處置, 老師靜候戒陰。陸炳文就立刻辭別黃聖仙就回家, 找到柳濟師爺陸宗來商議。 柳濟師爺陸宗想來想不到什麼辦法, 就對陸炳文說,大人,我先回去想想,明天再來回稟大人。 好,如果你想到辦法,我想你五百兩銀。 柳濟師爺陸宗回來想了一晚, 突然讓他想到一條計, 他早就來拜見刑庭大人。 大人,我想到一個辦法了。 我手下有個人,跟劉永恆的親戚劉二叔很熟悉, 經常去劉二叔家裡。 我找天叫他對劉二叔說, 說有個看相尖掛算命先生很靈驗的價錢又相宜。 這樣就等劉二叔請個看相先生進去看相, 就趁機問到劉永恆的出生年月日。 大人,你又再派我去管監獄, 讓我在監獄裡收買兩個死仇, 叫他們認劉永恆做結拜兄弟, 說是一起去殺人作案的。 那麼我們捉到劉永恆, 他那位美人, 既然歸花花太歲所有。 陸炳文一聽,十分半起, 即刻看這個柳濟師爺陸宗, 兼管監獄,去密室囚犯。 那位柳濟師爺陸宗, 又找了一個人, 扮作尖掛算命先生, 去劉二叔家, 就幫劉二叔看相尖掛算命, 順便幫劉永恆尖掛。 那麼誰猜得到這是陷阱? 連劉永恆的夫人楊氏, 亦都將出生年月日, 告訴你的佔掛老廳, 請他來算命。 故此, 柳濟師爺陸宗, 就知道了劉永恆的出生年月日。 那陸宗, 又在監獄到處找人, 來頂正劉永恆, 讓他找到兩個人, 就是黃龍黃虎, 這兩個人, 是兩兄弟來的, 這兩兄弟平日無惡不作, 前一陣子, 在白沙江搶劫響, 殺死押響警察官, 判了殺頭死罪。 那陸宗, 突然提審這兩個殺人大盜, 審問完他的姓名, 和犯案經過後, 陸宗就故意問, 你倆家中還有什麼人呢? 小人常有老母, 下有妻兒, 哎呀, 你倆年紀輕輕, 為何要做這樣的事呢? 那你倆弘揚, 嘶口一嘆應, 那家中老少, 誰來召應呢? 黃龍黃虎聽到這麼說, 也一陣子心酸, 嘆嘆嘆了口氣, 直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? 陸宗就懶好心地說, 我看你們倆兄弟, 亦撲實可憐, 我亦猶心想救你們倆, 就不知道你們倆是否結束呢? 大老爺, 人必他想死, 大老爺能夠救我們倆, 我們粉身碎骨來報答大老爺的大恩大德。 那我要救你們倆兄弟, 就只有一個辦法, 就要找一個人出來做主犯, 說是他叫你們倆行空的, 那你們倆就哪裏重返? 如果你們倆能夠封出主犯, 那就可以免於一死了。 大老爺, 那當然好, 只是我倆兄弟做的事, 哪裏都找一個人來做替死鬼? 嘿嘿, 這層你們倆就不用擔心, 我有個仇口, 叫做劉永恆, 你們倆只要一口咬實是他做主犯, 是他教你們倆去做的, 那你們倆就不會死了。 黃龍和黃虎兩個, 現在已經死到臨頭了, 誰都答應了? 那六宗就將劉永恆的生辰八字, 劉宅的情況什麼都告訴他們倆, 還教他們倆, 怎麼去頂征劉永恆。 三個人商量好了, 六宗就去報給刑庭大人陸鼎文聽, 好了, 都已經傳統好了, 然後那個刑庭大人才吩咐捕頭馬虎, 帶領十幾個暴敗警官, 去捉拿劉永恆, 一場公堂對征, 假氣真早, 故此黃龍黃虎, 連劉永恆夫妻的出生, 連月日都知道, 假中住房也一清二楚, 那麽上上下下夾起來, 開劉永恆, 幾多不夠死呀! 誰知剛剛用甲棍行刑一陣, 突然一陣狂風, 狂風過後, 那六宗文一看, 行刑的警官每個都睜不睜眼, 用來落營那幾條甲棍, 斷了幾絕大地下道, 刑庭大人只覺得心煩意戀, 就吩咐將劉永恆壓入死囚監廠, 叫紐激師爺陸忠, 想辦法在監廠中弄死劉永恆就算了。 那麽現在, 既然抓到打虎英雄劉永恆, 那麽無非是想搶老婆, 那紐激師爺陸忠, 極格找兩個家庭來, 在耳朵邊靜靜靜靜靜, 如此如此,這般這般, 吩咐一番, 那兩個家庭呢, 就在街上請了頂繳, 悲快便去到青竹巷, 劉永恆家裡拍門, 剛剛劉二叔就不在家, 劉永恆老婆楊賜開門, 兩個家庭就說, 我們是鄭元愛打法來的, 現在劉永恆在衙門打官司, 鄭元愛正託人在衙門疏通, 現在請劉夫人馬上去政府商議, 怎麼辦呢? 那楊氏梁子一聽, 丈夫在打官司, 鄭元愛派叫來請自己去, 哪裏還想得那麼多事啊, 快點就換了一套衣服, 立即上繳, 臨走, 就求隔離四叔婆, 叫她說給劉二叔聽, 那頂繳呢, 一隻改太和方, 化化太歲王聖先屋企, 那時候, 那刑庭大人陸炳文, 阿祖已經來到王聖先屋企去報喜了, 老師在將, 援生已經將劉永恆打入死囚監牢, 一陣子就將美人送到了, 王聖先一聽就眉開眼笑, 好好好, 你辛苦了, 我會做的了, 兩個人在書房喝酒來等, 我沒有見外, 家人來稟報了, 楊氏頂繳來到, 王聖先連忙在書房走到花園等, 那頂繳一直抬到花園裏面, 楊氏娘子一揭開繳簾, 咦, 這是什麼地方來的, 都不是鄭元岸的家, 只見面前站著的人, 面目醜陋, 滿面奸笑, 一看樣子就不懷好意, 楊氏娘子都未曾開聲問, 就有兩個媒婆走過來, 扶她落橋, 一邊走, 一邊對她說, 哎呀, 恭喜呀, 恭喜呀, 這裏是當朝成長的兄弟, 大理子, 正兄王老爺的家, 你丈夫呀, 殺人行兇, 已經打入死爐了, 我們王老爺, 素來仰慕你荒庸辱貌, 故意要接你回來今晚和你成親, 以後你就是王府的太太, 向不盡榮華富貴, 楊氏娘子一聽到雲泊都沒有, 見到一個王聖仙嬉皮笑臉站在面前, 哎呀, 當然是他害我丈夫, 楊氏就指著王聖仙來罵, 你呀, 你既然做了這麼大的官, 就應該收福收善, 你為什麼要陷害我丈夫, 想謀算梁家父, 對於你做了這些傷天害理之事, 我就死在你面前, 嚴皇爺主告你, 說完, 你也撞了牆上自殺, 王聖仙就快點吩咐那幾個媒婆, 伯父丫鬟, 扶著仰志, 將他強行在台上花園後面的合歡牛那裡, 幾個媒婆, 牙尖咀利也要勸解楊氏, 這個楊氏一尾破口大罵, 一句都不聽那幫人說, 那麼好地地, 一對恩愛夫妻, 現在一個在監商受苦, 一個在花花替歲谷企受困, 看來這兩個人都難逃, 劫難樂, 那麼劉永恆的親戚劉二叔呢? 聽隔壁的四叔婆說, 劉永恆就被人抓了去, 楊氏娘子就去了鄭元岳那裡, 劉二叔呢, 嚇到魂魄都不齊, 立即就逃到鄭雄家裡了。 我鐵面天王, 正紅一聽就大吃一驚, 唯有楊氏娘子也沒有來過我, 我沒有派人請他來, 這件事內有古怪, 正紅就對劉二叔說, 你先回家, 我立即在外面找朋友打聽一下, 這個鐵面天王, 鄭雄 交由廣闊,有錢有面,一打聽就知道是花花太歲王聖遷陷害劉永恆,要強奸楊次娘子。 鐵面天王鄭雄也曾中明白,王聖遷非別人,他是秦城上的兄弟,林安誠,誰都怕了他,誰是他的對手,怎麼辦呢? 我威鎮八方楊明是自己的好朋友,現在他的妹妹和妹夫有難,怎麼能夠袖手旁觀置之不利呢? 這就算是傾家當產,也無際於事的。 鄭雄一急到發發笑,突然一想,就想到濟公和尚。 是啊,濟公早就叫他快點離開林安,如果不走就大難臨頭的。 這件事只有求師傅才能夠解救他。 放鬆地乘打過程充滿, город 旱、東門,風箏然經常向上托盤趴在水中, entrevist這一 크 1992 真正見了一個大漢走過了。 哈嘍真是無口不成書,來者不知別人,情是威鎮八方楊明, 愉快地走過來前臨頭才能覺到林安, 支持我妹妹和妹夫來臨安,一切都多得你照應,真是十分多謝你,現在我先去看看妹妹,今晚我帶她們一起到府上向大哥請安。 鄭紅整個惡言都不知道怎麼說話。 我為鄭八方楊明,是個創蕩江湖那麼久的人,一見鄭紅這樣的神情就問,鄭大哥,我妹妹怎麼樣? 我妹夫不是出了什麼事嗎?鄭紅知道瞞到她,只好將劉永恆被冤枉,楊次娘子被王聖遷強搶的事說出來。 那個威震八方楊明管理是個十分穩健和氣的人,一聽到這麼說,光堂面色變了,無名火起三千雀。 嘩!天子腳下,居然有這樣的事呢? 這麼來都害我妹妹,我就令我判卻一條老命,我殺了個黃聖遷,救我妹妹出苦口。 那麼這個威震八方楊明,要大鬧林安城,到底鬧成怎樣呢? 欲知後事如何,且定下會分解了。 請 ens請詞維追掉牛船十一腳,技場混合佈amer。 皇上炆富琴重要哦,快一點點。 mang起身一點點的量。 меш回家裡是一開始暫時的紀複 don。